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支持儿风富三 你在来炫酷 光一个背影往的一处 就能吸引粉丝无数的刘老师 今天我继续来给大伙添 这个超级大坑 行尸走肉 这回该讲第二季了 这一季的结束 扩充到了13集 相比于第一季 紧凑紧张的逃生剧情 这一季主题上也稍有不同 开始一言不合就落客 讲这个末日人性了 当然 这一季的剧情还是很精彩的 咱们再就开讲啊 上一季的结尾 说到瑞克等人逃出疾控中心 准备开启新的逃城旅程 如今他们将目标 锁定至本宁堡军事基地 期望那边能有一个 安全的容身之处 瑞克拿着对讲机 再次试图联系 上一部开头说的那个黑人父子 对方依然没有应答 瑞克他们就这样 向着目的地前进了 但是咱说啊 且不论本宁堡那边状况如何 就他们这条前进之路 显然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哎 他们在公路上开着开着 就来到了一片废车遍地 看起来不咋太平的区域 完了说巧不巧的呢 戴尔开的那个破房车 可这片就故障了 这帮人不得不停下来 等着他把房车给修好 那么你就寝思寝思 这新一季的开头 就往这一停 那还能有好吗 果不其然 该来的不一会就来了 啥是该来的呢 哼 成片成片的丧尸之呗 对面是失多是重 瑞克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有人躲在了车里 有人趴在了车底 企图一声不知 让丧尸发现不了 就混过这一关 但是这现场也是状况频出 安德利亚本来没被发现 但是他出于害怕 非得格纳嘎拼枪 到底整出了点噪音 把车里的这个晾载 给吸引过来了 最后还得老戴尔支援 他一把螺丝刀吧 才解决了丧尸 同样 T仔一个不小心 咔给胳膊给拉出血了 自己虚弱的不行 好在努哥及时出手 帮他顶过了这一波 而正当大伙都以为 这波已经过去 没啥大事的时候 意外又出现了 卡洛尔的女儿 索菲亚被丧尸发现 他一露烟的 跑进了旁边的小树林 眼看着索菲亚被丧尸追杀 还没等其他人做出反应 瑞克就已经冲了出去 瑞克让索菲亚躲起来 自己吸引走几只丧尸 跟他们搏斗 等瑞克费劲巴拉的 把这几个丧尸解决以后呢 回去找索菲亚的时候 却发现 哎呀 索菲亚失踪了 大伙都非常的着急 尤其是索菲亚他妈卡洛尔 此时他还属于 是比较弱小无助的类型 一着急那就是哭 那么现在咋办呢 搜寻肯定是要搜寻的 这一点起初 大家并没有啥意义 至于搜多久 搜到什么程度 为了一个小女孩 舍得冒多大的风险 后期大伙就产成了分歧 而这个分歧 主要还是在两个意见领袖 瑞克和萧恩之间 瑞克属于是 找不着人就不放弃的类型 那萧恩呢 是你说的现实也好 自私也罢 那找着找着 就开始考虑放弃了 毕竟搜索的天数越多 索菲亚生存的几率也就越小 而夹在两派中间的 还有一个老戴尔 他堪称本剧中 看得最明白之人呢 啥事都知道 但是并不会险山漏水 他通过自己的方式 默默在背后运作 帮助小队调和矛盾 就比如在第一季中 萧恩曾经拿着枪 瞄准瑞克 虽然最后没有开枪 但是他的行为被戴尔看到 戴尔不说 可是在心里 也对萧恩是啥人 有了一个重新的评估了 那么这一回呢 他其实早早就把车给修好了 但是他还是不说 因为他知道 他要是说车好了 可以上路了 那他们就离放弃 寻找索菲亚更进一步了 对内的矛盾也必然会激化 然而索菲亚还没有找到 又一个意外发生了 瑞克的儿子卡尔 和瑞克萧恩一起搜查的时候 在树林中发现了一只野鹿 卡尔很感兴趣 本想走过去接近一下吧 可是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枪响 卡尔受了重伤 原来则是有一个猎手正在狩猎 他也并没有看到路后边有人 子弹就打穿了野鹿 射进了卡尔的身体里 那么现在也别说别的了 救人要紧呢 猎手把卡尔他们 带到了附近的农场 找一个叫赫谢尔的医生 赫谢尔卡卡一顿抢救 帮助卡尔脱离了生命危险 那要说这个农场呢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呢 住在这里的一大帮人 生活似乎不受丧失的影响 相当的安稳 那猎手就是其中一员 这里的农场主呢 就是这个赫谢尔医生 虽然说暂时没有了生命危险 但是卡尔还需要动一次手术 那手术就需要更多的医疗器械 农场没有啊 那怎么整呢 只能去丧失成群的地方拿 瑞克着急 毕竟受伤的就是他的好大儿 那萧恩也着急 毕竟卡尔对他来说呢 那该说不说的 也跟好大儿没啥区别了 瑞克需要留下来给儿子输血 那只能是好兄弟萧恩 去拿医疗器械了 这时猎手也自高分勇 要跟着一起去 也算是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吧 农场里一边救孩子 一边也派人通知了 洛丽他们这帮剩下的人 洛丽先去一步 大部队随后分批赶到 洛丽到那儿就问了赫谢尔 一个之前紧急情况下 瑞克不曾问过的问题 说赫谢尔啊 有个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呢 那个你是大夫吧 反正不管咋说 就现在这个情况 有一个懂一一代 那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就这个手术 你再不放心那也得做呀 当下最主要的问题是 萧恩他们能不能顺利的 带回那些个医疗器械 萧恩他们来到目的地一看 好家伙 一群散养的丧尸 正在外边瞎溜的呢 他俩要是大摇大摆的进去 那就跟往老虎堆里边 扔两只小笨 其实没啥区别了 丧尸指定给他们来一个光牌行动 于是他俩通过声东击西 转移了丧尸们的注意力 成功地拿到了医疗器械 但是等到要走的时候 一开门 哎呀 到底还是和他们来了一场 世界上最倒霉的不期而遇 萧恩他妈这顿溜啊 这顿逃啊 农场里的人也是这顿焦急的等待呀 最终萧恩不负众望 带回了手术需要的器械 手术也很成功 但是与他一同前往的猎手 却没能一起回来 按照萧恩的说法 猎手在掩护萧恩撤退的时候 不幸牺牲了 但是咱说啊 这萧恩说的能是真话吗 这得细品啊 因为实际情况是 萧恩把猎手打伤 让他成为丧尸的猎物 给自己争取到了逃跑的时间 而在事后呢 萧恩还把自己 有被猎手抓伤痕迹的头发剃光 新造型看起来更凶狠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 在经历过这次 生死存亡的选择以后呢 萧恩变得更加极端 对于生存这件事 他更加务实 更加残忍 更加有物净天泽的味道 而他唯一在乎的呢 就是自己好兄弟的老婆和孩子 这小子对嫂子呀 是真有点上头了呀 那与他相比 现在的瑞克 则更加的理想化 虽然在经历过 索菲亚卡尔的事之后呢 除了几分自责 还有几分迷茫 但是他一直企图 把这个一个人 有两种想法 三种理念 四种恩怨情仇的复杂团队 用比较民主的方式 捏合到一起 并保持着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比如接下来 他们继续搜寻索菲亚的时候 农场主赫谢尔说 在我的地盘 你们不能用枪 萧恩听到这个话呢 那肯定是质疑呀 但是瑞克却说 行 你的地盘听你的 我们瑞死败 哎呀 要说这个农场主赫谢尔医生呢 从上帝视角来看 也是一个比较欺人的人 他没经历过瑞克团队 那种几次死里逃生 也无法切身的体会到 外边世界的险恶 更不知道丧尸 到底是个什么原理 所以这老头意识不到危险 他还以为呢 或者说他更愿意相信 丧尸属于那种能治好的疾病 而老头的闺女马基 在和格伦的相处中呢 也是摩擦摩擦 摩擦出一点爱情的小伙伙 马基要出去拿药 还找了格伦一起 而格伦呢 受到洛力的委托 需要他在保密的情况下 拿一样神秘女性卫生用品 是啥呢 咱们一起往后看 就在格伦出发之前 戴尔等人还发现 哎我去 这水井里怎么还有一只活丧尸呢 个啥玩意 隔着干熬汤呢 还是泡药酒呢 他们研究研究 就感觉这玩意 要是直接把他给弄死 肯定会污染水资源 那怎么整呢 用人当诱饵 把丧尸给吊上来 好家伙你听听 这是养奸主义吗 那么谁能光荣的担任诱饵呢 嘿 还是格伦 掉丧尸期间 他们还出点意外 差点把格伦给搭了 而这个井底之师 最后虽然是上钩了 但是只上来了一半 另一半身子 没扛住这帮人的拉扯 夸叉 断了 又掉水里了 这回好啊 水井里的丧尸汤 彻底是入味了 而这个圣半截身子 还能活动的丧尸 也让没见过世面的马鸡 认清了这玩意 到底有多阴奸 哎呀 这一幕太恶心了 咱的心情都有点不好了 还是聊点开心的事吧 啥事呢 说马鸡和格伦出门找药 格伦就学嘛 这洛丽拜托我拿的 那个小秘密 到底搁哪呢 他找着找着 马鸡过来了 说你找啥呢 他为了保密啊 随手就抄起一盒套套 说我没事 我溜达 那马鸡这一瞅 好家伙 都这时候了 你竟然还找他 你坏坏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这可真是 正合我意啊 来吧 别说话拖就完事了 于是乎 这俩人就在药房里 来了一场 关于生命真谛的大探索 等格伦回去之后呢 他也把那个 神秘女性用品 交给了洛丽 这玩意到底是啥呢 其实是一个验韵伴 没错 狗血的来了 洛丽偷门的一侧 终于确定 她 男主角瑞克的爱妻 男配角肖恩的嫂子 怀孕了 那么讲到这儿呢 行尸走肉 第二季的前四集的剧情 基本就结束了 其实第二季里边 编剧在每一个角色的刻画上 都下足了笔墨 很难做到面面几道 为了讲的不太跳 大家看的不太懵 那这一期里边 关于努哥 安德利亚 卡洛尔等人的线索 我就暂时先跳过了一点 但是大伙放心 等到下一期 我也会把这些个前因后果 都给大家交得明白的 行吧 那么这一期就说到这儿了 我是刘老师 点个赞 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见 好